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27582决议 现在几个关键数字嘛 民众党听到2772刨 那是阿伯嘛 2758联合国这个决议刨 阿共听到8964刨 就是说大家都心里头 都有一个不能说的号码 27582决议就是联合国 当时有一个决议 他就决议到底有没有牵扯到台湾 台湾要加入联合国 台湾在联合国该不会还有席位 然后阿共是这一个联合国 唯一代表中国的代表权 把蒋介石当时派的人的那个人 把他赶走 就说蒋介石派你不要招一位 那位是PRC的 那位是中国的 中国可以派一个人去坐在那里 包括联合国的安全理事国 五大国家的代表之一 当时就讲到这里 里头一个字都没有写到台湾 也没有写到所谓的中华民国 也没有写ROC 里面只有写这一个PRC 讲到中国讲到中国就这样而已 所以世界各国包括荷兰 包括澳洲 包括美国的国务住亲 副助理国务卿 副国务卿 还有这个国务住亲 还有这一个蓬佩奥那一天也来讲 就是说这个管理2758号决议 或者说他们也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各国的议会大概都陆续都做这些 所以民进党包括吴思瑶 他们就拟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要团结一致 共同跟这些世界各国的这个国会 大家在一起 副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 跟这个荷兰的国会 跟澳洲的这一个国会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声明 共同的协议 结果呢 吴思瑶一讲话 韩国瑜起身 黄国昌起身 傅昆吉起身 全部给我转身离开 全部转身离开 小芳这个事情怎么看 其实阿川刚才对2758 他在联合国是1971年的 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 他是用中国取代了 用PRC取代了在联合国里面 所谓代表中国的权利 从来都没有说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问题来了 中国却是用在联合国里面 2758却阻挡台湾 来加入任何的国际组织 每次都说你看联合国的2758 就说是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过去在国际上面 台湾因此而被这个中国阻挡了很多年 而国际社会也被中国呼隆了非常久 那美国还有国际社会上面的一些友人 发现了中国这样子的一个阴谋以后 就开始觉得说2758不能够再被 中国这样子的蓄意曲解 所以国际上面从今年的澳洲 澳洲的国会就说2758 它不代表着台湾属于中国 荷兰也说了2758非常清楚的 就是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跟2758绝对没有关系 那现在问题来了 中国一直用2758在捆绑台湾 那好不容易国际上面有一个声音 告诉大家说2758跟台湾 这个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是完全无关的 为什么我们的国会里面 竟然有蓝营的委员跟白营的委员 在民进党提出提议 我们大家是不是一起 既然国际上面都声援我们了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来呼应他们 因为这毕竟是关系到 我们台湾的事务嘛 结果这个韩国瑜说 我们散会了散会了 我们不讨论了 黄国昌收包包直接走人 傅昆琦转身也就走人 然后这个吴思瑶不放弃 吴思瑶还在继续讲 国民党韩国瑜更过分 国民党甚至于连这个 吴思瑶的麦的镜头 直接都关掉 现在是怎样 全世界都在帮我们台湾说话 要告诉更多的人说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我们现在自己在 在我们国会里面的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国会议员 竟然帮着中国 来欺负我们台湾人 这是发生什么事 好 来 吴思瑶 这个陈昭之有出来呛嘛 对 然后今天早上黄国昌也有出来呛 他说乱讲 民进党专门在造谣 没有造谣 就是这样 不是要讲说这件事情啊 韩国瑜起身啊 黄国昌起身啊 不然我现在公开问嘛 黄国昌 陈昭之 陈昭之你以前也是搞台独的 你又在演讲嘛 他也是台独啊 陈昭之我说你是台独啊 不然你出来否认 我现在直接说陈昭之你是台独 我也是台独 我本人叫台独 你也是台独 不然你出来否认 陈昭之你出来否认 陈昭之你讲一下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能不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 这样就完了两题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可不可以在联合国代表台湾 如果不行 请你跟民众党的人讲清楚 说台湾要加入联合国 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陈昭之我现在直接公开点你 黄国昌也同样 黄国昌你今天不要说句话 不要说程序问题 黄国昌你支持不支持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没办法在联合国代表台湾 台湾应该用台湾国家的名义 用台湾的名义 参加联合国 这够清楚吧 吴森 接下来对民众党这一种态度 这个我们民进党的党团 对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到底 下一步要怎么走 这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民众党 去起义来归啦 我想是这样讲 因为民众党现在是一个包牌的战术 有没有 陈昭之又一边讲说 包含他说我也是深绿的 我是台独的 然后说IPEC你看我有来当主席 全球议会对华政策联盟 一起讨论抗中的 你看我有加入 但是我们现在 IPEC上一题嘛 对不对 当然有这题很好 但现在最夯的题目叫2758嘛 因为最近荷兰啊澳洲 他们的立法院都做决议嘛 说台湾跟中国没有关系 2758不干台湾事 那台湾自己 我们当事人没有讲话 不是很奇怪吗 对别人在帮你讲话的时候 你当事人自己要站出来维护一下啊 不然很多人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挺你啊 又说我要帮你讲话 如果没有你没有一个态度 站起来说话包走人 搞不好你 我怎么知道 搞不好你很想跟中国在一起啊 那我这样乱讲 原来我说话走人是想跟中国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台湾立法院自己有个态度 那民众党如果按照陈昭之讲的 按照黄国昌讲的说 他们也是支持台湾的这个主体性 甚至黄国昌前两天还在党官协商说 要叫这个院长总统他来报告 说我们到底现在加入世界组织 国际组织的进度怎么样 有没有在努力争取 如果这是你支持的方向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一个台湾 不干2758号决议的声明 所以民众党还是在处理这样的一种 包牌的手法 他一边又要有这个好名声 然后一边又要在立法院 跟国民党紧紧的合作 那因为国民党后面就中国嘛 所以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可能支持 所以民众党理直上想要拿到 包含国民党的支持 甚至来自中国的资源 面子上又要装的说 我也是挺台湾挺台派 那我觉得做人我们最忌讳的 就是这种说一套做一套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给民众党一些 正面的呼吁啦 因为坦白说确实他们也是 我们客观的就事论事 民众党是有一些贡献 例如说之前IPEC这个事情 因为IPEC规则是这个 对全世界所有的立法院国会 你要来当会员国 你一定要只有主执政党 跟在野党都加入 民进党我们很早好几年 上一届立法院 三四年前就一直在喊要加入了 因为IPEC他们也觉得台湾是最重要的 讨论抗中怎么不找台湾 但没办法之前 一直只有民进党要加 这个国民党死都不要 本来民众党之前 张其路本来那时候也说 好像有点心动 但后来他们内部可能有压力 后来还是不加了 到这一届 终于陈昭之来加入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情 这事情我是给民众党陈昭之肯定 我们不同立场 但大家共同在国际上为台湾发声 这个才叫民主政治应有的样貌 既然如此就不要只做了第一步 第二步就没有跟上 那这样前功尽棋 所以民众党还是起意来归来 我这算是本党比较温和的 大家还是希望民众党起意来归 对 民众党的小草们 尝尝尝尝尝尝 台湾2350万人需要有人代表我们 去联合国表达 对国际各项议题的关心 但代表我们的人不是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